面谈通过了嘛 移民署就带我们去过海关 他说某某太太 你跟老公一起 我带你过去 太太这边就可以 走那个国言通道了 她就这样讲 哇 我接着国言通道 那一刻我眼泪流出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party 我当时我还没有身份证啊 第一天过来台湾 我就有这种代意 我就觉得说 台湾人就把我当作自己人的感觉 Hello大家好 我是莫莎贤贤 我跟台湾老公来台湾登记结婚的时候呢 要进入台湾之前 是进入台湾之前 就要海关 你要先面试才能入海关吧 就是你如果要来台湾结婚的 值得那一次 你必须通过面试 不是我家人面试你 那个都已经过了好不好 就是移民署的海关会对我们 进行面谈 桃圆的国际机场 那个海关 海关里面 有移民署 移民署的人员在里面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 他就要去 针对一些我们给他的一些资料去做 看那个 是不是你啊 说不定你换的脸 对不对 说不定你过来 上面写的是男的 结果你过来是女的 然后我老公他有提前预约 移民署的面谈 那面谈通过了 你才能进入台湾 登记结婚 以及定居 所以那时候 台湾老公有特别请假 去大陆 接我过来台湾 第一次一起坐飞机啦 第一次一起坐飞机啦 不是你飞就是我飞 第一次一起坐飞机回台湾嘛 想想我那时候真的是内心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的同时呢 我也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到 到台湾机场过海关机前呢 移民署会对我们来台湾 登记结婚的配偶进行面谈 那天我记得就有三对在等待面谈 有两对是 有老公在的 然后一个是老公没有在现场 好像没有在现场 那一个 他没有面试通过 记得 好像切什么东西 还是怎么样 反正他们就是没有面谈通过吧 那位小姐比我们先到 我就听到他一直在讲 你写什么没有通过要怎么办 老实讲我去那边就看到 哇好多东西资料 赶快拍下来什么之类的 我不晓得叫你拍你又没有拍下来 我好紧张 哪有 你不知道能不能拍啊 哇在海关哪能乱拍啊 他说那些书 可以借吗 还是什么 忘 面谈的办公室里面有书 你在等待的时候可以拿来看 我就看到他好多介绍台湾一些东西 我看到那一书的时候我就感觉 其实我内心还蛮感动的 我以为面谈就是说 你不要假结婚生 我以为是说这些 随即到他一直在说 哎呀建议台湾啊 要做什么 要怎么 生活 怎么开始 开展新生活啊 他们主要就是 有这些书啦 我是看到这这一部分 对啊 有这些书 对啊 我一开始 我至少我想说 他应该会放很多 你不能假结婚 假结婚 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以为 至少应该会放这种东西出来 才会恐吓到那些人 不是吗 我倒没有想过这一点 是 不过我在想的是那一个 我把 因为他要那个资料 要什么信啊什么的 我就 我也没写情书或什么 就把所有的 所有的 我跟你的对话全部印出来丢给他 我就想说 他要问哪一趴啊 我根本不在请 我哪记得那么多 那然后就换我了 我在想 我就看到那位小姐没通过 我就在想 那如果 我没有通过的话 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我有想到 那瞬间我就想 如果我面谈没有通过的话 那我又计划 我去哪里旅游 我当时这么想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把大陆的 工作都辞掉了 然后 时间很多 你不能去旅游啊 为什么 我说去别国旅游啊 我说回去大陆 他不会被遣返吗 因为我没通过 如果没 那个通过的话 是当天遣返吗 对啊 我就会想到 是被他怎么 跟我家人交代 你结个婚 怎么会被遣返 我是担心这个啦 其他我倒没有担心 就一张机票有问题啊 为什么被遣返 因为我要去结婚 我肯定会被那是三姑六婆 一下子就被笑死吧 大概面试20到30分钟是吗 反正你一直在等那个人 打字 对 我也没算时间 反正就是 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 就放我们出来了 面试出来要等结果嘛 我又在开始担心 你就是公婆这边 又看好了 一直要准备宴客了 我说天哪 到时候怎么跟公婆交代啊 然后我就想了好多这些问题 我就想说 那我回去要怎么跟我爸妈 说我面谈失败 没有跟我爸妈讲 我来 再来台湾要面谈 这件事 一般人不会知道 只有经历过的 才会知道 对啊 虽然我们是正常结婚 但是 也是我原生中 第一次遇到这么 严肃的面谈 比起那种 几百万的采购合约 还要紧张多了 还关呢 我当时又一直安慰 就讲不要紧张啊 不记得我就直接说 不记得了 他就说 好不记得了 没关系 那下一题就这样子 我不晓得 对啊 因为我有一个在疑问的时候 他有大概有提 提几个 我我已经忘记 是提词还是 讲一些其他的东西 反正我就很快想起来 因为 几年的东西 谁记得那么清楚 对啊 我记得你当时一直在 在抱怨说 哎呀抱怨之后抱怨 我就听到 我就想 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吗 配合就好了不是吗 因为我们也在刁难你是吧 奇怪 人民抱怨公职人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就是我们面谈之前我们也没有被对什么台词 这是根本就没有 就 前凭记忆 问什么就如实回答 不记得 那我就说不记得了 那面谈出来等待结果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移民署的人就过来跟我做调查问 在面谈 喔他只问我 所以在面谈的过程中 我有没有遇到说要我不舒服的问题 可以跟他讲 他会 回馈反馈这样子 这个是要 感谢 一对民信夫妇 所以 我们来的时候其实我很放心 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担心 对 然后 因为我查到资料是后面改了很多 对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台湾公家机关 他们算是公家机购买也算吧 嗯 他们不管男女说话都很有素养 很得体 温温優雅的样子 都会让我感觉很舒服 那是我第一次 近距离的接触台湾的公家机关的公务员 感觉很特别 就有点臭不及防吧 让我感觉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感觉 你知道我之前我以为很松啊怎么样怎么样啊 我 我进去我只有一个 那个幻想 进去是不是一个小黑屋 然后有一个台灯就这样 说说 你在这里干嘛的 我就知道我这样想规矩了 我最多是想到说 人家会臭粮 对我不耐烦 我最多会想到这种而已 我没有想到那么可怕 然后最后重点是什么呢 面谈通过了嘛 移民署就带我们去过海关 就通过了才会刷那个海关啊 就刷那个闸门的右关 然后移民署的 有一个人他就说我带你们过去 他说某某太太 你跟老公一起 我带你过去 太太这边就可以 走那个国员通道了 他就这样讲 我这个 国员通道 那一刻我眼泪流出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好尴尬 我眼泪偷偷流出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眼泪 我也不好意思讲 我当时我还没有身份证啊 第一天过来台湾 我记得我这种待业 我就觉得说 台湾人就把我当作自己人的感觉 让我很开心 因为我来台湾之前 我姐就跟我说 希望我去台湾 可以找到归属感 组建幸福的家庭 那时候我就很迷茫啊 现在讲我还是有点激动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 我们 找到那一个移民署的时候 你过去按指纹按半天 他就叫我 那边 想说你会不会被刁难那里 不过 东面谈 还没有 还没通过 刚进来 先按指纹 你记得吗 按指纹按完以后才带去那个 谈话的那边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一直跟你一起啊 我当然啦 我就带着你走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 到中间 我记得中间有一个比较透明 还是什么的 上面写的移民署比较小 他就找他嘛 他就可以 录一些你的资料 录完了以后才叫我跟你一起去那个 海关 不是海关 就进去那个面谈 然后呢 我就那边比较担心 因为我不晓得要发生什么事 还好喽 他们态度的很好 而且我还被请走 被请走 对啊 当海关 去面台湾之后 带我去走那个国员通道 那一刻我就爱上了这片土地 所以要我偷偷流眼泪了 就一直偷偷擦 后来就拿到了激流证 每次去台湾就是很开心 很幸福的跟老公一起走那个 国员通道 也使台湾人无感吧 但是对我这个新住民来说 是台湾对我们 宴可的一种吧 在下飞机的时候啊 我老公一直在说 哎呀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一起走国员通道 好想带你 跟我一起走国员通道喔 然后那时候我在想啊 怎么可能 你在说梦话吗 你也太可爱了吧 你一直在说 这样我们就不用分开又关了 然后一直在那 你会听到你一直在碎碎店 我会觉得怎么可能嘛 我又没有台湾身份证 怎么可能会 走国员通道呢 因为你要嫁给我 嫁但是没有拿台湾身份证还是 我就以为说有差 虽然过去几年了结婚后的生活也是 柴米油盐建筑茶 有时候因为一些文化冲突啊 吵吵闹闹闹 说实话生活有时候也是一地之毛 一地之毛是什么 一地 一地鸡毛 鸡毛 从那一天起我们都是台湾人 从起台湾就是我们的家了 台湾就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 其实我还蛮认同那个谁讲的那句话 李光耀 是李光耀吗 就新加坡总统啊 他就说 新加坡没总统 他是总理 新加坡总理 他就说 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 就 应该是落地生根 不是落叶归根 很认同他讲那句话 因为你要在 这个地方生活 你当然要 扎 站好脚步 扎向你的根 你才会感受到 这里的美好 真的 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一样均匀 把这里的盐 当做自己的 亲朋好友一样 你就会发现在这里生活 真的就是很幸福 有根 这个什么啦 我也不知道 这个只是飘在上面的坑 他没有到 龟坑 没有到你 没有砸下去 没有砸下去 这个没有砸下去 你要那个 要 要那一个 那个才是砸下去 叫你 赶快看那些东西 那些书 然后你都不看 那有心事看啊 我都担心死了 哇 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旁边那个你的面谈通过说要怎么回去 我就在想我 我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面谈通过要想一个我的方案 迅速想一个 我要怎么办的方案 回去 回去 然后 立刻出国 去出去玩 但是立刻出国也要签证啊 那签证那段时间 我要怎么办 回我妈家 我不敢回我妈家了 因为我已经 在办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已经离职 提前离职了 一个月吧 一两个月 我妈的天天 喜欢我在家 我妈说 赶紧去台湾里的 不要在这里吃吧 睡睡吧 启 我妈家了 我妈家了 所以说 我妈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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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